好,刚刚我们讲完这个email的部分 现在我们来讲首页 至少你第一页要首页要做 那至少第一页要做的是什么 叫做这个档头的部分 档头部分的标签 这里 其实这个档头部分 这里有一个关键字 这其实有很多很好用的东西 但我们先讲关键字 关键字是什么呢 就是Google、Yahoo这种搜寻引擎 当有人在搜寻某一个东西的时候 他怎么样搜寻到那东西 通常最有效的方式是 你首页有一个关键字的栏位 keyword 那这个呢 并不会真的出现在你的网页当中 这些文字的内容 但是呢搜寻引擎搜寻得到 所以如果你有编辑这个 会加速人家搜寻到你的网页 那这个关键字很简单 很简单 十分简单 就是 比如你在首页 或者任何一页 你想要有关键字都可以 你希望人家搜寻到都可以 打一个关键字这个 就这样打 就打进去 这样就结束了 我说 你一定会有关键字都可以 一会一会一会半 就像这样 现在我再输入一会半 不要啦 不要打你們老師了 就這樣 你就一直打 看你跟你有關的 跟你這個網頁內容有關 你就打 你就自己打進去 這樣就好了 就這樣確定 結束了 就只要這樣 那這樣有什麼好處呢 其實在你的網頁裡面 內容沒有任何一個地方會出現 實質上的內容不會出現 可是在你的程式碼裡面的第一欄位 這裡第一個前面那個欄位 head的部分 這個head的部分 就這個head 到下一個head斜線之前 會出現那個東西 head之前 有沒有 meta name keywords content 這一行 至關重要 至關在哪裡呢 至關重要在哪裡 就是別人會搜尋的到你 不然的話別人不知道怎麼搜尋的到你 那當然現在搜尋引擎它蠻厲害的 它其實不只搜尋keyword 它也會搜尋內容 可是呢keyword是最有效跟簡單的 就是你只要簡單打出這個 然後就會增加搜尋引擎很快速找到你的一個機會 如果你沒有打這個 不容易搜尋得到 並不是說一定搜尋不到 只是說你就比較不那麼容易搜尋得到 因為這些字眼可能沒有出現在我的 真的內容當中 你看台南應用科技大學室內設計系 根本沒有出現在這裡 為什麼不會出現 有可能像我們這個網頁啊 我們這個網頁 這個 這個 這個你在挑這個時候 根本搜尋不到這裡面來 它是搜尋這個上面的 那如果你這裡不打 就進不到你那裡了 就搜尋不到你那裡 所以你必須要根據你自己的需求 把keyword給打進去 那這個關鍵字 對不起這個檔頭的部分其實還有很多 還有很多好用的東西 我們以後再說 但現在關鍵字你要先回答 來請你試看看